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块闪迪的固态移动硬盘 硬盘刚到我手上的时候有点令我大吃一惊 甚至想骂人 这一块盘从颗粒这边 然后再到主控 以及电源管理芯片这里 没有一处是不报锡的 现在这一块盘上电是成一个大短路状态的 而且我还看了一下 颗粒旁边 这里有两个电容 好像已经熏黑了 疑似被高压击穿 这个肯定不是正常损坏的 一般像这种固态移动硬盘 盒子里面它有一张转接板的 因为供电要从接口这里进 就算它侥幸逃过了这个转接板 那它下一步也是到达这个硬盘本体的电源管理芯片上 大不了电源管理芯片这里再穿一个洞码 而这块硬盘却是反过来的 更像是直接从颗粒旁边的电容里面进去了 这块盘坏的非常不寻常 这个电压我估计还不低 能炸成这样子的保守应该都有20伏以上了 这是我维修以来第一次预见的 前面的这些芯片都没有炸 反而是后面这里保护的最好的地方炸了 拿到这一个盘的时候 我也问了一下当事人是不是因为价格方面没有弹拢 然后又退回来了 对方说不是 因为是维修不了才退的 说实话 这种干暴息的如果要给我维修 我也没有把握把它修好啊 而且对方还说没有动过芯片 那么请问怎样才能算动过芯片呢 我是无法理解啊 按照我这边标准去判断的话 只要是焊接过都算是动过芯片 之后我也跟当事人详细说明了这个情况 因为现在是属于二修盘了 失败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一定要试一试的话 只能自备配件了 如果这个是一修盘 我自己是愿意赌这个配件的 毕竟里面的资料还是要旧的嘛 现在我已经获得了这个同款的硬盘 咱们先把主控和颗粒拆下来 单独测一下它是不是好的 又看了一下这个主控 这下子我估计资料难保了 它这个主控中间这块地方 直接起了一个炮啊 可能这样子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通过观察这个光线折射率 我估计大家还是能大概看出一个样子的吧 中间这一块明显就不一样啊 而且这个主控极有可能是之前用的温度太高了 就直接把这个主控给干爆掉了 如果这个主控它是短路的话 那么资料就百分百没救了 现在让我重植一遍这个主控 然后再找一个好的板子给它装上去 看一下有没有短路吧 主控这边我是直接给它换上来了 但是现在也可以直接宣布死刑了 因为这一个主控它是短路的 而且这个电流都没有跑上来 电源这边一直在发出这种哒哒哒的声音 就像是燃气罩打火时候的声音一样啊 它现在这一个颗粒 只要一点读取 我这一个设备就直接整个的掉线了 我估计它这个颗粒本身还是短路的 真是照烈啊 这一次绝对是我有史以来遇到过最惨烈的翻车现场了 我们下一个设备就评了 这些电源在内面装上有个抗车的